我是誰? Hi guys,我是Carl 一說起綠色,不知道大家第一時間想起什麼 綠色環保?綠燈可以通行? 還是綠帽? 綠帽應該是男生都害怕的 不過大家不要以為只有男生才害怕綠色的東西 其實女生都害怕的 話說有名女網友本身打算拍片開心分享她男朋友送一個八字頭的名牌子的產品給她 本來也很開心 打開發現綠色的打底褲連高跟鞋 她還哭了口說這個那麼噁心的東西是不應該屬於地球 於是她心想既然都收到了,不妨穿給大家看 大家看看,是不是這樣呢? 我也覺得她男朋友真的不值得幫 你如果送就送全套吧 你現在只有她半身,綠有綠不猜 兩頭不到我,我是女士主我也哭了 所以今天就是分享一些非常奇怪 又或者根本不應該存在地球上的設計 真是綠色的東西都越來越多恐怖的東西 又例如這個 一位市民用完自動櫃園機服務之後 她彈出一個這樣的介面 Would you like a receipt for this transaction? 就問YES和NO 即是如果不看字的話 如果又想要那個Receipt 應該照到你還要按綠色吧 誰知道大家看真點 綠色那裡寫NO 紅色那裡寫YES 什麼事啊 即是一個不具有想要Receipt 但是按綠色那我就真的GG了 對呀 綠色環保啊 所以選NO 不需要引出這個Receipt 就是環保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所以我們看東西要宏觀一點 綠色這支是 是對這個世界 不是對我們自己的 不過這個設計 就真的不能兜了 即是 淺綠色做底 不要緊 但你的字怎麼用白色呢 即是看到我的眼睛都很瞎 都還沒看得完 通常自己一個人在家裡無聊的時候 都會找些東西打發時間 不過打著打著就忍不住 最慘的是自己的罪惡感很重 但都不停地告訴自己 吃多顆就可以了 喝多罐就可以了 看多集就可以了 再看多葉就可以了 通常當然是不止 怎麼會忍得住 不過呢 說到看多葉這件事呢 就話說那些影片呢 就經常都有些什麼情節 就是說 會看到鄰居在做什麼 偷看鄰居 我那時候心想 劇集真是劇集 說得就說 哪些住所可以這麼近 看到鄰居做什麼東西才行 直至我看到這張照片才知道 對不起我錯了 一直都怪錯你們 原來真的有這樣的樓 怎麼這兩棟樓的窗口 可以貼到這麼近呢 究竟怎樣交貨呢 真的看到我當堂輕機 你真的要求神拜佛 你一定要住到一個好鄰居 再不是你要有錢買鄰居 如果不是你看看那兩棟樓 怎麼只能看到鄰居啊 直接跟鄰居 happy together 玩多人運動都還可以 不過當然 有句話叫做 只要你不尷尬 尷尬就是其他人 如果住那位 本身有很強的表演欲 很喜歡分享私生活 說不定 這間是他的dream house 一說起棺材 大家會想起什麼 會不會想起之前 有一期很流行的黑人台官 通常什麼時候出現呢 就是那些人不懂死搞死棍 結果就搞到自己重傷 出事 就會出現黑人台官 只不過大家有沒有想過 棺材 都可以拿來做什麼 大家看看 BBQ 直接拿裡面的dead body來做炭 嘩 你真會炭 簡直是走在環保界的尖竿 人們經常說 聞到棺材香 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一句話叫什麼 不見棺材 不流眼淚 看看真正流淚的原因 是被BBQ的煙劫到眼裡流 上次的棺材 你們就說是剪品 不是給別人玩的 這次這個在公園裡面 不是剪品了吧 是給別人玩的了吧 但大家看看棺材什麼事 怎麼覺得最底的一段才有滑梯 一看就知道不是掉了 那塊東西本身只有這麼長 是不是看到太多人 反過來踩滑梯上去 所以錯性整來被人爬算了 還是這個是專門給戰鬥民族用的 要從頂上跳下去的滑梯 之前在某一集 說那隻牛仔褲公司出了一隻 看起來好像奶濕了 但實際上是乾爭爭的牛仔褲 他就分奶濕到透明 和奶濕到黃色兩款 然後我就記得一個挑戰 他說不可以弄成紅色 一不做二不休 另一間公司真的出了 不過他不是出牛仔褲 而是出裙 裙子上面是白色 而下面整個紅色的模型 真的很像 逸兒媽來了 我只是說說而已 沒想過真的有人做的 看來他和這塊地址應該是一套 不知道一起買有沒有優惠呢 就算你和我強行說他是萬聖節用 我也覺得是超過了 好 接著這杯上面的icon 究竟他是代表哪個英雄人物 相信答案都副之欲出了吧 就是了 明眼人都知道 他只是Spiderman 什麼?Spiderman? 和Batman來的嗎? 之前有位新加坡的朋友的名字 叫做Batman變Superman 而這個呢 Batman變Spiderman 看來我們發現了一個秘密 其實這些英雄人物 全部都是由Batman變出來的 你以為有這麼多人回覆你? 其實全部都是我 不信? 換個ID給你看看吧 你以為有這麼多英雄呢? 其實全部都是由Batman變出來的 不信? 讓我變給你看看吧 Batman的杯 而自己另一個Spiderman杯 I mean Batman杯 那個杯是這樣的 中間穿洞的 那已經夠奇怪了 它穿得來呢 還要是 只剩下一個小隙子 在底部 如果用來喝東西 然後變成什麼秘密 就看不到了 喜歡Batman的人 用來收藏用的 不是用來喝的 是不是? 不要說是用來喝的 我知道了 這個不是什麼Batman、Superman的杯 而是 一個 重動的模特兒 他只不過外形 剛好就像是Batman 然後Spiderman那一套 不是 Batman那一套 剛好說到平衡宇宙 剛好說到時空交錯 這個杯就是讓大家感受一下 究竟這個重動是怎樣形成 我們可以怎樣進入重動 從而研究出更加高階的 量子糾纏 在元宇宙裏面 發現更多科學的奧秘 一定是這樣的 失敬失敬 說到Spiderman 真的不得不提 這盒引入Spiderman的紙巾 我相信有很多觀眾 都跟今期的主角一樣 都在疑惑 如果在體內噴蜘蛛絲的話 實際發射的出口在哪裡 真的在手指上 不見有 手指沒有洞 喔 這盒紙巾 就提供了一個很確實的答案給大家 最新的一套就叫做No Way Home 而這個吃得那麼肥 肯定是被迫隔離 出不了去拯救世界的Work From Home 而至於這個 就是Shoot From Home 到最後 一定要說一下 這個最近在上海 剛剛對外開放的一個商場 網紅商場 之前北京都建了一個類似的商場 但是那個商場正常很多 而至於上海這個 這些就是官方圖 讓大家看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有什麼問題 可能都不太覺得 因為官方的圖 一定是用最漂亮的角度去拍的 離地 而正常一般平民在地面貼地的角度 是看到這樣的 是不是立即覺得很不同呢 最不同的地方是什麼 像不像外面 青銘蟲羊素墓的公墓 對 就是 起源沒有人 是在地面看一看的嗎 真的好像 然後有些網民再補了刀 就是在坐車的時候拍的 加上這個道路指示牌 簡直就是錦上天花 長壽路 叫網紅商場好像有點浪費 索性叫長壽商場 我覺得應該更有劍力 以上就是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不應該存在地球上的設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以上哪個設計 會令你最火鍋 最想它快點在地球上消失呢 又或者你們看過什麼 令你覺得很生氣 或者很無奈的設計 都歡迎留言或者投稿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再見 再到這裡 多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